ET个股推介是 润电836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 选选原因是 内地今年头两个月 全社会用电量 按年增长1成1 反映用电需求依然强劲 天丰整圈认为 今年火电股盈利能力 进一步改善 受煤价基数等因素影响 上半年业绩改善程度 将较下半年更为显著 润电近日公布 去年业绩盈利增长5成6 去到110亿 略差过市场预期 收入持平由1033亿 主要是火电业务成功 扭规为盈 可载生能源业务核心利润 都增长1成2 根据彭博组合预测 集团今明两年的盈利 分别增长3成2和1成7 润电去年总派息 每股1个4毫1先半 派息比率提升到6成2 若果撇除特别股息 每股5毫 每股派息仍然增加5成6 润电星期四收入17.98 根据彭博组合预测 2024年息率6.6厘 2025年7.7厘 润电今个星期股价见顶回落 在17.3回稳 可以在17.6水平买入 中线上网大行平均目标价21 跌穿16.6就减迟 出品的